原生紙漿跟回收紙漿 这两种做成的卫生纸 有什么样的不同 回收纸是用我们的 例如说这个影印纸 这些回收的纸做成的 所以它的碳足迹 比用起原生树木制成的这个纸 可以减少15% 所以回收纸这个部分 是相当环保的一个概念 各位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核心协力救地球 我是狼锦 有一样物品在我们生活当中 非常的方便 每天都要用到 几乎没有人不用到它的 比方说这时候 鼻子好痒 打盘体 比方说天气好热 抽一张出来擦擦汗 比方说桌子脏了 抽一张出来清洁一下 包括上完厕所都要使用的 那就是卫生纸 卫生纸现在抽取起来 或是滚筒起来都很方便 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 常常也都会非常的迅速 好比如说 我的朋友就说 他看到女生抽卫生纸 他都快疯了 哇 这行动如闪电侠般的迅速 但是你真的用得到 这么多纸张吗 再来您知道吗 制造卫生纸所产生的耗能 是其他纸张制造的六罪 没想到吧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随手就可以用得到的卫生纸 它的耗能的问题 一起来了解 欢迎我们的地球守护者 欢迎我们的台湾加油队 台湾加油 四位五角 今天的地球守护者 是四位来自不同学校的好朋友 迎生跟靖成是高中同学 而竹军跟恩玲是靖成的学妹 四人常常一起踏青交游 享受大自然 我们的这个靖成 你是会随身携带卫生纸 面纸的人吗 有会随身携带 是卫生纸还是面纸 是带卫生纸比较多 卫生纸比较多 但是卫生纸有一个问题 卫生纸擦完汗以后 就留下了满脸的痕迹 反走过地留下痕迹 来两位女生 是不是出门都会带面纸或卫生纸 会 会 那你最常用到的呢 比方说竹军 你卫生纸在外面用面纸包 这种最常用到的用处是什么 擦手啊 擦脸啊 擦脸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 柯淳涵柯教授 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柯淳涵 现任台湾大学森林环境 继资源学系教授 长期投入研究 低污染纸浆漂白 现研发可再生纸容器材料 致力减少传统纸张的用量 我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 每答对一题可以得一分 超过十分 摄影棚的天空 就会从橘色转为蓝色 象征为地球降温成功 守护者还可以主动提问 争取专家为他们加分 希望大家核心协力挑战成功 好 来出今天的第一题 请问下列哪一种纸 可以直接冲测 一 卫生纸 二 擦手纸 三 面纸 四 以上皆非 请作答 答案是一 一 卫生纸 对还是错呢 答对了 我们来看下一题 根据台湾造纸公会统计 2012年 家庭用纸总消费量 约为20万公顿 请问卫生纸占了几公顿 一 13万公顿 二 15万公顿 三 17万公顿 请作答 三 17万公顿 对还是错 答错了 你看 我们在家庭用纸 一年我们就花掉20万顿 很可怕 20万公顿 里面有15万公顿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题 项列三种卫生纸 哪一种在台湾的消费量最多 一 抽取式卫生纸 二 平板卫生纸 三 卷档卫生纸 请作答 一 一 抽取式卫生纸 对还是错呢 答对了 好 我们要来请教一下专家 当然我觉得抽取式卫生纸 一定是跟我们的习惯有关系 因为它太方便了 擦擦 一次大家擦擦 很快 那可是我们发现说 在国外 他们纸都很薄 对 那所以我们的纸跟他们的纸 有什么差别呢 因为台湾消费者的习惯 是比较喜欢 又要厚 又要触感 然后又要美观 又要白 其实这些 既浪费材料呢 又不够环保 所以如果说去欧洲大都 就是大家的纸都看起来灰灰的 这样都是可以丢的 或者甚至有点像是那个卡齐色的 对 像信封那样的鸟 对 卡齐色是没有瓶的 对 像美国的就是没有瓶的 对对对对 就是再生纸 重新再利用就对了 是 哦 这就是差别 OK 下一题 下列哪个国家的卫生纸业者 每年举办卫生纸服装时尚秀 一 澳洲 二 加拿大 三 英国 好 请做答 三 三 英国 对 还是错呢 你要从这个判断 这三个国家当中 哪一个国家最环保 其实是加拿大 好 来看看下一题 制造一公顿的纸张 平均要砍伐多少颗高八公尺 竖近十六公分的圆木呢 一 十颗 二 二十颗 三 三十颗 好 请做答 三 三 三十颗 对 还是错呢 答案是二十颗 好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题 根据台湾卫生纸大厂统计 制造一公顿的卫生纸 所耗费的水量为 一 五点三七公顿 二 七点三五公顿 三 九点七五公顿 请做答 二 答案是第二 七点三五公顿 答案是九点七五公顿 很耗水耶 那卫生纸跟耗水有什么关系 我们会一来为大家解答 来 我们再看下一题 以获得台湾碳标签的卫生纸为例 一包抽取式卫生纸 它的碳足迹为 一 四百公克 二 五百公克 三 六百公克 相信你的时候直觉是对的 答案是二 二 五百克 对还是错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以英国零售业者调查 一张原生纸浆的卷筒卷筒卫生纸 碳足迹为1.8公克 如果改用回生纸浆 碳足迹减少为 一 一点一公克 二 零点八公克 三 零点五公克 好 五秒钟思考时间到 请做答 二 二 零点八公克 对还是错 正确的答案是1.1公克 好 我们现在来请教专家来为我们做这个图表的解说 那就是说卫生纸一包的碳排是0.5公斤 耗水1.5公斤 是怎么来的 因为一般的纸浆 像如果用卫生纸是用半成品 就是所谓的浆板 那这个浆板呢 它的厚度是相当厚的 所以浆板运到做卫生纸的工厂之后呢 要先把它用水泡开来 了解 像我们做一般的银印纸的话 它是可以压比较密的 所以超纸的时候需要的水也比较少 但是卫生纸我们要把它做得很蓬松 所以超纸的时候水要用非常多 然后再来呢 超纸蓬松之后呢 这个纸皮含有很多的水分 所以最后呢 烘钢需要用料蒸汽 把这个水蒸干的这个蒸汽呢 也非常的多 纸业公司呢 他们都有统计 例如说呢 一吨的纸要用1200度的这个电 那换算成这个 一包包150克就是0.2度 那这个呢 一吨的纸呢 相当于是一个家庭四口之家 三个月的用电量 所以这个是不少的 那这个一吨的纸呢 也会要用掉9.75吨的这个水 然后天然气的部分也会有 用掉91.9度 一包的话是0.01度的天然气 那这个一吨的卫生纸 用掉1.46吨的蒸汽 等于是0.22公斤的蒸汽 再一包 对 我知道了 也就是说进口的时候呢 我们用到的是这个纸浆的板 浆板 也就是说它事实上这一些呢 纸浆它把它先烘干过了 变成板子嘛 它在那里先处理吧 才能运 它前面已经浪费一批了 然后这个浆板到我们这儿 我们还得把它打散了 泡水 不然怎么用 所以它在这个泡的过程里面 就要用到很多的水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塑形 就是超纸的部分 对 然后变成一张一张的 是 可是它又不能只是压平 对 因为我们大家喜欢用 蓬蓬的 松松的 软软的 白白的 卫生纸 所以它又要必须 在它这样一张一张的过程里面 变成蓬蓬的 对 然后它要再用蒸汽 对 再去 把水赶走 可是又要维持前面的蓬度 是 好复杂哦 是啊 我现在终于懂了 为什么一包卫生纸耗水的耗能 会耗到1.5公斤 是因为它前前后后反复使用的水 真的非常的多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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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们的进屋城 我想请问一下教授 请问原生纸浆跟回收纸浆 这两种做成的卫生纸 有什么样的不同 基本上呢 回收纸呢 是用我们的 例如说这个 影印纸啊 这些回收的纸做成的 所以它的碳足基呢 比用起原生树木制成的这个纸呢 碳足基可以减少15% 所以回收纸这个部分呢 是相当环保的一个概念 这一集有没有资格给分呢 有 他们问得非常好 恭喜哦 给自己加分哦 但是我想大家很多人都会好奇 这再生卫生纸的制造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呢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同时提醒你哦 我们的答案就在影片里 看看再生卫生纸 这里是全台湾制造最多再生卫生纸的纸厂 他们的卫生纸使用百分之百再生纸浆 没有让任何一棵树挡下 以竹北厂为例 我们在制作再生卫生纸方面 我们每年从各个家庭回收了 大约7200吨的一个被子 那这个也就是等于我们减少了 大约1224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那跟原生纸浆卫生纸相比的话 我们大概降低了75%的空气污染 跟35%的水污染 所以再生卫生纸比传统卫生纸环保节能 但卫生问题呢 从废纸变成再生卫生纸的过程中 到底安不安全干不干净呢 真的可以放心使用吗 我们的废纸主要来源有办公室废纸 还有杂质粗暴 我们在处理废纸的时候 我们的处理系统它会先去除杂质 再经过我们的脱沫系统 它会将印刷油末跟纤维分开 那在经过多段的洗涤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干净的再生纤维 同时也去除迁移性的荧光物质 最后呢 再经过我们的超纸机 超出我们的再生卫生纸 在制止的过程中 我们也会有四百 大约四百五十度的一个高温 风干杀菌 所以再生卫生纸是非常干净的 不会有安全卫生的一个疑虑 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看来对再生卫生纸 有卫生疑虑的人可以安心了 可是世面上卫生纸这么多 我们该怎么分辨哪种是再生卫生纸呢 其实很简单 第一 在外观上 再生卫生纸它不使用漂白剂来增加白度 所以它没有像原生纸这样那么的白 第二呢 在触感上 因为它是使用回收纤维 所以难免会稍微注意你 不过在使用上你两者是相近的 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感觉 第三 再生卫生纸的外包装标示上 它会注明是使用100%的再生纸酱 那透过以上的三点 你大概可以很简单的来区别 哪一个才是再生卫生纸 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卫生纸 哪里可以买到再生卫生纸呢 价格会比较贵吗 购买卫生纸时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再生卫生纸现在已经是相当的一个普及了 那在价格上 虽然我们经过多一道的TOMO处理程序 在处理成本上是比较高 不过为了推广环保的营业 价格上是差不多的 并不会比较贵 消费者在选择再生卫生纸的时候 可以透过包装上的一个标章 环保标章 那另外就是这个FSC的一个 回收纤维认证标章 还有碳足迹的一个认证标章 透过这些标章 消费者就可以很轻易地选择到一个 安全又可靠的一个再生卫生纸 下次你在卖场选购卫生纸时 想想我们的地球 想想我们的资源 不妨选择再生卫生纸吧 为地球节能减碳 使地球更干净更乐活 那现在呢 就要来考考聪明的你们 一定脑子里面记得很多的资讯 来看看我们的影片题 在制程上 再生卫生纸一年 可以比传统卫生纸 减少多少吨的二氧化碳排档呢 10秒钟 好 他们写出来的答案是 12240吨 这个答案是对还是错呢 答对了 看一下解答 我们每年从各个家庭 回收了大约7200吨的一件备质 那这个也就是等于 我们减少了大约12240吨的 二氧化碳排档 不错哦 来看看下一集 选择再生卫生纸 可根据哪三个标章来选购呢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 好来 NSF对吗 不对 好 那么碳足迹对吗 答对了 环保标章对吗 答对了 好 这个到底错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看解答 可以透过包装上的一个标章 环保标章 那另外就是这个 FSC的一个回收纤维认证标章 还有汉足迹的一个认证标章 哎呀 错在这个FSC 到底FSC是什么啊 教授可不可以再提醒我们一下 FSC是Forest Sustentable Council 也就是说呢 这个保护森林嘛 对不对 永续发展森林的一个标章 那我们现在也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教授 奇怪了 为什么外国人 律用再生卫生纸的观念 比我们多 他们用的也比我们多 是 他们是觉得以环保优先 而且呢 其实再生卫生纸 可以提供一样的功能跟机能 像台湾的话 就要又要白 又要触感好 又要厚 其实这个在国外呢 都没有这样想 虽然他们自然资源 其实比我们是丰富的 可是他们其实像日本 就百分之六十 使用再生卫生纸 是 欧洲用百分之五十 但是台湾呢 不到百分之五 差很多耶 是啊 好 目前呢 我们的同学的分数有八分了 距离蓝天白云 非常非常的接近了 所以恭喜你们 我们还有一题 实际操作的题目 就是看看大家 是不是能够分得清楚 哪一种纸 是哪一种纸呢 来 我们进行十座题 找出再生卫生纸 找出项类合者为再生卫生纸 再请专家进行现场解说实验 达到一题可得两分 累积共四分 好 在现场我们也听到 我们柯教授解说了 就是所谓的再生卫生纸 跟我们一般所了解的 平常用的这种呢 这个进口纸浆做制造的 这种卫生纸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现在就请同学们来试试看 你把两个再生卫生纸找出来 可以透过呢 摸摸看 闻闻看 试水性 看看它的这个吸水性如何 各式各样的方式 来找出两个再生卫生纸 好了 请开始 好 包括颜色的观察啦 气味啦 计时一分钟哦 对 它的柔韧度啊 来 在皮肤上面擦一擦 看一看它的触感如何 好 有没有人要拿到水里来试试看的 来 好 一个进程 好 恩宁手上这一个 拿起来看看 好像还可以哦 好 来看看进程手上的这一个 在表面上看起来就不 它是什么纸啊 很容易烂掉哦 但是它是再生的吗 不知道哦 好 几个人再讨论一下 还有多久的时间 倒数十秒 请把正确的答案牌子 放在卫生纸上面 来 请放好 来 时间到 好 来 教授 在我左手边这一叠呢 灰灰的纸 那它是再生卫生纸吗 那我们先问问看进程 你是怎么选出来的 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 它颜色比较暗淡 而且做得比较粗 看一下哦 它的颜色跟其他的比起来 看看 的确 它是有一点色差 这一张比较粗糙 这一张比较白 还是看得出来 还是看得出来 然后摸起来的触感呢 你看那个声音 好 所以这是你们认定的标准 这一叠是再生卫生纸 对吗 答对了 下一叠是靠近教授 那边数过来的第二盘 那么一样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们觉得也是跟刚刚 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它有做得有比较粗 对 好 所以你们选择那一叠的理由是 还是从它的外观跟触感来判断 那这个答案选的是对的吗 教授 答对了 好 那大家都在这边 我们也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事实上 刚刚教授有讲到 我们台湾呢 这卫生纸的使用 百分之很高的比例 都是国外进口的原生纸浆 那它跟我们的再生纸浆之间 到底差别在哪里呢 因为呢 不管是说是从这个木片做成纸浆 再做成卫生纸 或是呢 进口浆板再做成卫生纸 这些原料呢 都要从国外呢 长途爬涉进来 不是澳洲 就是南美 不然就是东南亚 所以呢 这个都是耗能的一个 运送的过程里面 那如果说呢 我们用本地的回收纸 这个取之于台湾 用之于台湾 那这样的话呢 减少很多距离 那就是减少碳排放 就也比较环保 是啊 所以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纸张 我们讲到了这两包 我们拆出来的 好 顺便来看一下 的确 在这上面呢 就有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三个标章 守护森 回收纸 回收资源 有这三个 还有一个国家的政治标记 国家标准 好 这些纸张 然后刚刚透过了说明 我也知道 事实上它的价钱 也不会比较贵 但是我们却尽了一份心力 谢谢 好 各位 有没有一点紧张 答对一题有两分哦 你们刚刚两题都答对了耶 看来我们今天是有希望 让我们整个的气温 来做改变了 看看他们的分数 现在就来看看 我们的地球保护者 他们的分数 台湾加油队 是几分呢 来 请看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四个灯 五个灯 六个灯 七个灯 八个灯 九个灯 有没有要出会 十个灯 恭喜 十一个灯 十二个灯 十二个灯 恭喜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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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一开始 我们在进行题目的时候 感觉出来 我们台湾加油队还非常的紧张 坦特 现在恭喜 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环境 哇 蓝天白云 非常的舒适 谢谢大家 今天呢 贡献你们的知识尝试 让我们的地球降温了不少 感觉非常的舒适 今天的地球守护者 在问答题中 获得了七个灯 八问加分题中 获得了一个灯 在十座题中 得到了四个灯 总共得到十二个灯 成功地为地球降温 也想来守护地球吗 赶快来报名吧 好 谢谢各位 成绩很好 来我们要试证你们的环保铺满 来请到知识未来 谢谢 同时我们要请我们的柯教授 带着这个环保铺满 来制证给他们 希望各位 你们将省下来的卫生纸的钱 水电费等等的 存到这个铺满以后 将来我们可以把它送给 致力于做环保的单位或是机构 让他们可以发挥更多的功能 非常谢谢各位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也承诺我们了 要改变家里面用卫生纸的习惯 跟购买的习惯 那么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 核心协力救地球的话 也欢迎大家来报名哦 不管是学校机关团体 或是家人的组合 兄弟姐妹朋友同学 通通欢迎 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边 告一个段落 下一次的恒心协力救地球 再见咯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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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好带修耶 对 来一起说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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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